OK 那個是1216 Hedderbrook Drive Allen 這邊 這個區 我上個月才賣掉一個房子 就在隔壁野街 叫Sheddybrook 房型大概跟對面的房子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這一區 因為我那客戶一定要買這一區 所以那時候覺得說這區的環境還真的蠻好的 這個房子是在 它是Color Road 不過這條路沒有那麼多車子 所以還好 然後Be in the Column Lock 所以它旁邊多一個山藥 山藥也還有蓋一個新的Fence 然後這區的房子 我有發現說住在這邊人的住戶 一般來說 滿都是Family的 那這條街唯一有一個缺點就是 這條街它的地勢是 右邊是高的 左邊是比較低的 所以你看看出來這個地勢是比較低一點 不過 在前門的時候它又把它抬高 所以有一些房子地勢太低的話 你下大雨的時候 水會流進去 這個房子倒是沒有這問題 看一下 所以還是會滿大的落差的 那這個房子 比我的客戶的房子 有個優點就是 它這個房子雖然說是三房 但其實這一個 這一個Stardy 它已經把它變成一個房間了 我客戶買那個房子 就是完全沒有隔間 所以它只能做成三房 所以這邊放一個 這邊或是旁邊那邊放個衣櫥 就可以完全當作一個房間了 那這個房子還要比我客戶那房子 有點優勢 就是說 它已經完全鋪成地板了 我那個 我那個客戶的房子 還滿多地方是地毯 那其他來說 還滿類似的 料來講滿類似 採光也是一樣 我當時蠻喜歡這邊的房子 就是它採光 它的 廚房的旁邊 都有兩面這個很大的窗戶 我從另外一邊找公開箱 看比較清楚一點 還滿漂亮的 對呀 它這個電視旁邊都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Fireplay在中間 所以這附近的房子 基本上就蓋這個格式 這個小圈 讓你看一下外面 所以這個房子其實是優點 下 左邊的Fence 可能修一下 後面有個滿漂亮的那個Walk Trail 滿多人找的時候 在那邊散步的 缺點就是沒有Back Porch 像我剛說 如果說這後面有再多搭一個 後面的Back Porch的話 就滿漂亮的 我們先把下面看完吧 它有點比較特殊的 等一下 所以兩個房間是朝前面的 他們 外國人也喜歡這種 棒課配小孩 那是另外一個房間 油漆感覺上都已經漆過了 對然後就是 Howard Boston 比較小一點 也只有一個Sink 對 主要算在 中間 房子的中間 對 有自己獨立的 衝陽 消耳 然後兩個Sink 然後兩個Sink 這個房子比較特色的是 它還有一個樓上 樓上應該還有多一梯 我們過去看看 樓上還多了一梯 那這邊的房型來講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而且它上面還多做了一個浴室 但是 不過這個 只是洗手間 沒有辦法 洗澡 所以 真的要改造有兩個Choice 要嘛就把這個變成一個很大的房間 要嘛就把樓下的Study變成一個房間 把樓下Study用成房間應該是比較合理的 樓上這個應該算是他們叫做Gain Rib 唯一缺緊是 這戶好像要養貓的樣子 所以 貓的味道比較 重一點